我們臺灣的 香港飛檔的 脈圖世界 拜第二的感染書 伊勢烈 先對到現在 共機交流到當勞的機會 增加這麼多 方向空軍要保守 土會庫的愛 國家飛檔 空軍不正式 不過這個新的府參謀總長 翁興烈來結束 公務都回來的國內 今晚申請來幾乎七條 分黃雜口 對這個事情 還沒有回應 會配合調查 共機最近幾乎交代 正在我們國西南空學上台化 也出現當勞過海空學 致使南國空軍空空 壓力增加 不過臺灣 香港飛檔 未到世界排名第二 據說以色列 團出空軍 將報索地 在北台中高雄 土會庫的愛國者飛檔 丟掉人的臉 輪流進駐 華東北区 機動部隊的機動的調整 基礎上都是基於我們國防安全的需求 來確保我們空防的安全 可以透過實際的輪流進駐 去磨練 這個官兵 都以防空飛彈的地方在野外進運 這個很重要 因為 因為 過電時的防空飛彈之兵在暫時 一定會承受共軍的大量的飛彈 但國民表示愛國者飛檔 採取固定和機動變配 所以固定定地在建設的改動 一定加作極軍戰略目標 一次 將愛國者飛檔進駐華東 如廢修後擔保冷空 也會進行十分檢証 不過就在國軍嚴格對話應變的時候 國防部副參謀總長王兄弟 七位加新瓜酒精 卻捕出領地結束公布行程回國 技術敲詐七條婚 和海關雜約 也影響國軍行銷 我們在相關人員完成 反國隔離的程序之後 會配合調查來釐清事實 總統府思維是 立法一九年七月 佈法進行國界的國安宿婚案 但是也在所上 兩名是安得金軍官 一心都會破檔罪 現在國防部又捕出 重量敲詐婚回國 國安宿婚案的驚喜好應 感激濕好 國防部長 褲褲褲褲褲 各位安裝處理褲 顧解關注 記者總法報導